说到我们中国非常深厚的绵延的历史文化 有几个省是绕不过去的 有陕西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等等 那么在这几个省当中有一个省 是我们本集的话题 中原地区 河南省 古代天下分为九州 这叫豫州 豫 豫这个字也就是河南省的简称 有一些专家学者一直解释这个豫字 说河南省这个省为什么它的简称叫豫 它是怎么解释呢 说这个古代河南省它的气候如何如何 那么它有大象 因为豫字右边是一个象 所以说河南省的简称豫是这么来的 林林总总 众说纷纭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理论 很多的这种说辞 很多的似是而非的东西 都是被有话语权的这些专家学者教授给垄断了 这个豫字我跟大家说是怎么来的 闹清这个字也对得起这一亿多的河南人 玉字是《易经八八六十四卦》里的一卦 叫玉卦 简称玉卦 应该是排在第十六位 第十六卦 雷地玉 下卦是坤卦 代表大地 上卦是阵卦 代表雷 你看 雷从地下而出 代表春雷 万物蒙动 玉卦的卦词说 玉 立建侯行尸 建侯行尸 什么意思呢 建立邦国 建立这个伟业 行尸就是用兵打仗去征讨他方 立建侯行尸 这个侯就是诸侯的侯嘛 建立邦国 建立诸侯 建立自己的邦国 千秋大业 然后可以向四方征讨 扩充自己的疆域 立建侯行尸 这预是这么来的 这些专家学者们 有些解释这个汉字的人 也这么解释 其实统统都错了 都错了 什么有大象 中国有大象的地多了 很多省都发现了 过去的史前的象的这种化石 有恐龙的地也多了 发现恐龙蛋的地方多了 河南还有好多地方 发现恐龙蛋了 那他怎么没有在这个简称里带有龙呢 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望闻生意 这些专家教授学者都是望闻生意 大宇将天下分为九州 其中有欲州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是尚书里边的语共 尚书呢 又叫书经 可是尚书的成书年代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这个战国时期 那都是在《易经》之后 《易经》八八六十四卦诞生之后 才有的这个尚书 尚书里边记载了大宇分九州的事 那都是在《易经》之后 谁在先谁在后 《易经》在先 《易经》八八六十四卦里 第十六卦叫《御卦》 雷地御 御卦 后来作为了河南省的简称 是这么来的 幸亏现在这个文化语言霸权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民间发言的渠道多了 你看有各种这个平台 各种媒体 各种视频 让这个老百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我们不再受这些站在台上 堂而皇之的误导全民的这些专家学者的误导 高手在民间 不在学院派 中文字幕作词